八岁女孩瞒着家人独自去河边看花灯 怎料被突然出现的小丑吓了一跳 夏淼就直接掉进河里 瞬间吓坏了所有在场的人 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个小男孩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 一言决然地游到珍珠的身旁 一把拉住她的手 拼命将她救了起来 好在珍珠并没有拼命挣扎 也没有死死抓住小男孩 这才让救援过程非常顺利 珍珠在昏迷之前 拽下了男孩的玉佩 然后就失去了意识 多年后珍珠长成了一个绝世美人 她始终记得自己有一段恩情未保 尽管她想以身相许 却并不知道对方是谁 谁知皇上下旨为皇孙选秀 珍珠的名字也在其中 这要是被选上 那就再也不能见到救命恩人了 为了找到曾经的小男孩 珍珠四处打听 终于得知京城有个万世通先生 天下的人他都认识 珍珠便顺从地答应去选秀 想要趁机去找万世通 刚到京城还没安顿好 珍珠就女扮男装地偷偷出了门 路上发现有人被黑衣人围攻 她便骑马上前 救了那人一命 为了摆脱黑衣人的追踪 李处拉着珍珠就要进南澡堂 这儿不能见 他们都看到我们是一起的了 你不要命 李处不由分说拉着珍珠进了澡堂 完全没有注意到 珍珠那一脸没眼看的表情 黑衣人在后面紧追不舍 情急之下李处扔过来一套衣服 要求珍珠赶紧换上 在这儿换啊 干嘛呀 你家里没兄弟啊 害什么臊 快换 李处三下五除二换好了衣服 然而她一转身 竟然发现珍珠不见了 喊了好久 珍珠终于从屏风后走了出来 那一脸的难为情 让李处很是不理解 但是黑衣人已经搜到眼前 李处只好率先躲进温泉池 她胳膊上的血瞬间染红了里面的水 珍珠发现后 赶忙将岸边的玫瑰花瓣 尽数洒在了水池中 终于掩盖了上面的血色 不料珍珠不会游泳 很快便要溺水 李处犹豫再三 终于还是给她吐了一口气 等上面的黑衣人都撤走后 珍珠却一巴掌扇在了李处脸上 你要不要反应这么激烈啊 刚刚我也不是很便宜的 你怎么跟个女孩似的 这么爱恋我 两人还没吵出各所以然 旁边有个老大爷偷偷地拿走了 李处放在池边的酒 他们一路追踪 终于在一个布满蜘蛛网的房子里 找到了那名老者 一谈醉鲜酿一个问题 你就是万事通啊 原来李处之所以被追踪 竟是因为他有万事通喜欢的醉鲜酿 两人只好来到门外 李处表示自己可以将机会让给珍珠 让他找到一中人 你怎么知道我要找到珍珠 神兄的心思可都写在脸上了 谁知珍珠却不肯占这样的便宜 他只向万事通询问办的答案 得知这块玉佩的主人 非等闲之辈 珍珠很是失落地走出门 殊不知他要找的人 眼在天边近在眼前 正是广平王李处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相信他们不久的将来 定会知道真相的 关注后宫一路长红